12. 星島日,高清超聲波嚴胎結構無病預早之養和引入全港首部 2015年9月4日港民A28養和醫院引入全港首部高解像度超聲波儀器 讓人附於懷孕11至13週時,進行早孕期結構性超聲波檢查 怕可檢查到約六成的胎兒嚴重結構以上 副產科醫生指,於早孕期做檢查可讓孕婦安心 若發現有無病則能及早接受產前輔導、基因測試 甚至決定是否終止懷孕、機者 朱雲匪養和醫院上月扣治三部最新一代的高清超聲波儀器 養和副院長妻婦女健康及產科部門主管陳煥堂子 這是全港首次引入該型號的儀器 一般來說,結構性超聲波於懷孕的中印期 約第20週,進行 而新一代儀器的解像度大大提升 較上一代儀器更易在早印期接受結構性超聲波檢查 胎兒器官,特別是心臟的詳細檢查 可準確檢出約六成的嚴重結構以上 養和醫院母胎醫學科主任梁子昂曾為一名懷孕十一、十二週的孕婦 進行早印期超聲波檢查 當時發現胎兒的尾胸骨位置出現半厘米的K胎樓 梁醫生將個案轉介至公立醫院 其醫療團隊因此在接生前已準備好手術室和深切治療部 最後成功將胰兒五厘米的腫瘤撤除 梁醫生表示,早期檢查讓父母和醫療團隊都有更充足時間準備迎接生生命 梁醫生亦遇過發現嚴重結構而常致難以生存的個案 餘下惡細、氣管窄、鼻衣偉等 有人婦決定終止懷孕 亦有人婦於懷孕十週時接受超聲波檢查 當時醫生懷疑胎兒腸道餓路 即生理性善氣,令孕婦十分擔憂 其後他在接受較高解像度的超聲波檢查時發現 外露的指示胎兒遲帶而不是長度 孕婦頓然安心 其後保保亦健康地出生 建議高齡產婦應檢查梁子昂建議 高齡產婦有相關家族史或上一胎有結構問題的孕婦 都應進行早孕期超聲波檢查 若結果正常可令孕婦更安心 若發現有毛病則能及早接受產前輔導 基因測試 必要時能於早孕期中止懷孕 梁子昂提醒 早孕期結構性超聲波檢查仍有限制 即使報告正常 仍需接受中孕期超聲波檢查 另外 2013年起私家醫院停止接收雙非孕婦 本港出生人數銳減 但陳換堂留意到 香港上年的出生女有回征趨勢 誰增併三名副產科住院醫生 包括從馬加利醫院那各一名專科醫生 現時該醫院十一名住院苦產科醫生 專注不同範疇 包括母胎醫學 輔助生育 輔科腫瘤等 但負責接生的醫生則 由上年度8人降至今年度6人 此外 該院產科病 由45張增至55張 分免失則由3間增至4間 分免失則由3間增至4間 名鬼 至於ова 試hat 過分免失則 naar